各位观众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第一个这个会员视频 CNBusiness说 说夏威夷呢正在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就是双程的机票 给那些可以毅力工作的人 如果他们想在夏威夷就是暂时生活一段时间的话 现在不是美国疫情非常严重的 可以说是到了这个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疫苗 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够打之前呢 我估计也得等到明年春天了 或者说是这个夏天 在那之前呢因为疫情 所以很多的这个旅游业呢非常的萧条 比如说现在这个坐飞机人数可能是去年的可能几分之一 然后预计呢是到2024年才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这个坐飞机的这个水平 所以很多这个地方经济呢 特别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旅游业的经济呢 这些地区呢就是受到冲击非常严重 夏威夷呢就是其中一个 夏威夷呢他现在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疫情是控制的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 距离各个这个大陆呢非常远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的呢 这个夏威夷其实就完全是在亚洲 就是说中国呀日本呢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中间位置更偏美国一些 现在呢是这个美国下面的一个州 有好几个岛 你如果之前这个飞中美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你因为这个地球是圆形的 所以它是这个飞上面的湖 就可能飞过这个白令海峡 如果你飞这个西海岸的话 如果飞东南海岸的话呢 就可能直接是从这个北极上空过去了 其实也有一个选择 就是某项公司呢很少 你可以选择一个layover 就是在这个厚努路 潭香山转机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夏威夷 相当于是免费的待不到一天时间 因为这种转机的话 一般最长是转机时间 就是不到24小时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潭香山 在它所在的这个岛叫做Oahoo 这个岛的话呢 这个不到二小时 其实呢一个白天 你可以转不少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岛 说夏威夷到现在为止呢 只有18000个这个确诊病例 有超过200人死亡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18000人其实呢 在美国现在差不多是1800万人了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美国感染人数的千分之一 这个是非常少了 同时呢 它这个死亡人数呢 也是现在美国差不多是267万人的多少分之一啊 可能也差不多是千分之一吧 是控制非常好啊 所以很多美国的朋友啊 如果你现在是工作 而且你的工作是office 是可以这个remote work的话 可以像是在家工作 不需要去办公室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机会 就是起码能给你省 这个一个往返机票钱 具体的这个活动 temporary residency program 就是暂时的一个居民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就是定居在那儿活动 叫做movers3的 sakas 我点开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这个movers我们都知道是搬家的人 sakas是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不知道 我查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手 你如果放成这样 就是跟着大家招呼 说hello 这个叫做这个sakas 可能是夏威夷那儿人专用的一种 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如果点开看他这个手印的话呢 说give your time and skills 就是你付出一些时间 还有你的一些这个技能 然后get to live and work in Hawaii 就是你得到什么呢 你能够在夏威夷就是生活 并且工作一段时间 当然他这个program就是说 给你提供免费的 往返机票 也包括给你的这个家人 提供免费的往返机票 他的要求呢 是你在那儿要至少连续待30天 连续待30天呢 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在同一个岛上 你可以在不同的岛上待 你只要是在夏威夷 待着就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夏威夷 然后我现在拉一下 夏威夷其实是 旅游的话呢 是四个这个主要的岛 放大 这是四个主要岛 从北往南 第一个岛呢 是这个Kawai 就是我们经常叫它可爱岛 第二个是Oahu 就是给你提供方法机票的这个岛 也是最大城市 后面露露 就是潭香山的岛 然后第三个岛 是这个Moi 第四个岛呢 是这个最大岛 就是Big Island 是大岛 我第一次去夏威夷是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是回国探亲 从国内回来的时候 我看了American Airline 这个AA有一种机票 可能是用的这个里程啊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layover 在这儿待22个小时 就是接近一天了 正好呢 是这个傍晚到 然后第二天下午 这个快傍晚才飞走 所以也是在那儿 这个租乐车 第二天早晨起来呢 就在这儿一些景点转转 能转很多地方啊 时间还是比较充益的 整个岛你可能转不完 但是一百天 你能把几个重要的这个景点 都转一下 Oahu岛 最繁华的这个岛 瑟士哥最齐全岛 然后第二次去 就是15年的时候 我去的是Big Island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岛 因为你在上面待一个星期都可以 其他的可能是两天啊 有的是三四天就足够 但是这个呢 足够你玩一个星期 基本上呢 就转一圈 各种这个景色呢 热带雨林 还有上面的这个 很高的这个山都有 景色呢 非常不一样 有很低的 有很高的 气候呢 也不一样 最喜欢的 待一个星期是完全值得 这个深度游一下的 然后18年的时候 去的是这个Kowai岛 就是最荒凉的一个岛 这个上面的景色也不错 但是最小的一个岛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攻击 最后一次呢 就是整整一年前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 去的这个贸易岛 就是最后一个岛 这个贸易岛呢 也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一个菩提树 而且也有一些这个沙滩呢 就是这两个岛呢 是适合这个度假 就是比较休闲游啊 有海滩呢 在这个旅馆呢 晒太阳什么游泳啊 然后这两个岛 就是大岛和这个Kowai岛 就是比较适合那种 hiking啊 一些比较荒凉的 这种景色 也是看你自己 这个不同的一个兴趣 它呢是 你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请 网上申请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网站 你可以apply today 它其实前几天 刚开始申请 10月29号 刚开始的这个program 你一点这个apply today 就可以填你一些 这个基本信息 然后它第一次这个抽签呢 是12月15日 12月15日抽签呢 会抽多少个人呢 50个人 这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第一次抽签 抽50个人 50个这个幸运观众呢 他会给你这个提供 从美国本土到夏威夷 这后努璐的这个往返机票 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个家人 你必须得是这个18岁 而且你必须是在这个美国的 是一个remote worker 你可以这个不去office工作的 就可以在家工作 或者异地工作 这个就是基本条件 这个基本条件 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你唯一需要的呢 就是在夏威夷岛上 至少待这个三天 不如一定是一个岛 你可以在这四个岛呢 都转一转 这一个月呢 其实时间也是比较充裕的 你抽到你之后呢 你必须是在一个月之内 到达夏威夷 就是你不能抽了之后 你一直都不去啊 还占着这个名额 你只要你通知你抽上了 然后你一个月之内 你到达夏威夷岛就可以了 夏威夷还是很值得一去的啊 我估计不少会员朋友 可能都已经去过了 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 可以趁这个机会 过去看一下 而且它的这个program 你如果赢的话呢 你到那儿呢 它只需要你每周几个小时呢 为一些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性的组织呢 相当于做一些这个志愿者 一些这个基本的活动 根据你的这个skill set 你的这个技能 同时呢 你能够得到 除了这个往返机票 还有一些酒店的这个打折 具体打折打多少呢 它没有说 你不一定就是用它这个酒店 你如果觉得这个酒店比较贵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 比如说在网上 找这个Airbnb啊 因为这个当年 我去这个Big Island的时候 就是酒店非常贵 但是你如果Airbnb呢 就非常便宜 只不过现在的疫情 就是得看有多少这个Airbnb 还是开的 不过总体来说呢 夏威确实是控制 疫情控制最好的 因为它基本上跟这个与世格局 而且呢 前一段时间 也是所有去这个岛上的人 都得14天的这个强制隔离 刚刚呢 是把这个改了 就是说你不需要强制隔离 只要你有最新检测的 这个新冠病毒 是阴性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 如果你不是特别担心 会感染的话呀 我觉得可能性 其实非常小的 更大的可能性 你感染的 比如说在这个餐厅吃饭呢 在这个酒吧呀 就是不戴口罩的情况下 你如果只是去那儿 这个游玩啊 你平时如果戴口罩呢 感染可能性的 就是微乎其微 好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收看 我们下视频再见 我们下视频 新闻的 现在 感谢观看